新年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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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嘉義就是什麼 第一站一定要先雞肉飯 然後它是有蔥酥 有沒有 有蔥 哇 你看它的雞肉 超有誠意耶 有沒有 帶皮的 哇喔 很大片耶 這雞肉飯光賣相 25 塊 我先給他 80 分 然後來這裡 好吃嗎 真的假的 會甜嗎 不會甜喔 我對面這位他喜歡不甜 我喜歡甜一點 然後大家來這裡必點紅糟肉 大家看一下 紅糟肉 然後呢 最有名的丸仔湯 他的丸子就是有這種像 這是像蝦碗對不對 蝦丸子啊 然後像這個 剛才那個 在地的車車有一點 激動 剛才這個 他是蝦丸子 這件叫丸仔龍 所以他的丸子是很有名的 然後這一顆呢 應該是香菇碗 我看到了香菇梗 先來一顆丸子好了 既然叫丸仔龍 先來試一下他的丸子 對 試鏡一下 他丸子沒有 沒有很 很有嚼勁 是很柔軟的 味道很重啊 丸子不錯 好 一口飯 雞肉飯的吃法是什麼 你這口飯一定要有 雞肉 醬汁 跟飯 然後還有 他的 加上去的 他這個是蒜酥耶 不是有香菇嗎 他這是蒜酥喔 應該是蒜酥 應該是蒜酥 來看一下 應該是 應該是 應該是蒜酥 吃蒜酥耶 好好吃喔 我知道你說好吃在哪裡 他的油超香 這蛋雞是我喜歡的 麵麵分明 脂肚 唯一的要求就是這樣 因為有時候你吃到一些雞肉飯 他為了讓那個雞油 非常非常的有味道 會比較死鹹 他的完全不會 這家跟你講我大推 25塊這樣 超便宜 好好吃喔 他米粒是有口感的 QQ的 然後去包住那個雞油 完仔龍 大家記得來嘉義來吃吃看 他就是在晚上的文化路 文化路夜市有沒有 其中這一條就什麼路啊 沒關係 資訊欄我會給你完整的資訊 拐進來就吃得到了 紅粥很好吃 好像很淺 他雖然已經放冷了 他外皮是酥脆的 然後 紅糟有個酒氣 很香 好的我們吃完那一家叫什麼 丸仔龍 好吃對不對 超級好吃 真的很厲害 而且一碗飯25塊那個肉量啊 我必須說之前我吃過呆絲 他雖然是20塊 但是他的肉量跟他 我覺得真的不能比 真的不能比 這家我目前覺得是CCP值 再加上好吃程度 絕對是嘉義 目前我吃到第一名 我目前吃到第一名 可是如果以美味程度的話 陶層可能還略勝他一籌 他最厲害的是他那個叫做油蔥酥 我剛講的是蒜酥對不對 我後來去問老闆 老闆說他那個是蒜酥 但是他是炸乾的 還用乾的方式去呈現 所以還吃得到像那種蒜片的口感 那個真的超級好吃 而且調味非常的適中 如果你有來嘉義的話 這家我推薦你 嘉義雞肉飯可以來嘗試看看 你會逢吻我 Wind 你會逢吻我